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赵长贵 我把嫂子给您带来了 媳妇 你过来了 富贵啊 带你嫂子到屋里休息休息啊 好嘞 喝点水去 来 掌柜的 你这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还挺漂亮嘛 取笑了啊 我那个婆娘啊喜欢打扮 不是 兄弟啊 你把你嫂子带过来了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嫂子一个人在家她想你 我只能把她送过来啊 这兵荒马乱的 路上没出什么差错吧 那没有没有 一切平安 好好好 那就好 掌柜的 安排好了 兄弟啊 屋里休息休息啊 喝口水 来来来 喝口水 好好好 富贵啊 盯着点啊 这儿这儿这儿 过来 大坡 你去过 这一带我熟啊 离镇子十几里地呢 好 大大地好 夜地 你带路 太军 你 你半夜去那儿干什么呀 你打算炸大坝呀 胡说 没见太军空手来的吗 拿什么炸 大坝的不正 好 我们去战车 哦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帮 帮忙来了 你帮忙来了 臭蛋 这儿没事 快快快 当了敌宫铺的差 你就忘了熊熊的了 你快快 乖 我 我也立 立个宫 待着也行 别 别给我捅娄子 捅 捅了娄子 也是你陪老子 一块儿做 做金 行了 你盯着什么呢 小声点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我猜测啊 那个半辰女人的鬼子 来到戒牌镇 是为了来摸门道的 他跟那伙打着 卫生防疫旗号的 鬼子队伍 会不会是一路的 十有八九 所以不迅速查清 他们的底细 就会对根据地 造成极大的威胁 我和黄干事 会连夜赶往城里 这里的事情呢 就按照我们商店的策略 进行 阁营长 如果现在不抓捕的话 让那个假货女人 溜走的怎么办 是啊 刚才 妖娃子这么一折腾 恐怕那酒馆里那伙人 也成了惊弓之鸟 不怕 阵子里外 咱们再多不值些人手 一会儿 我亲自去趟酒馆附近 盯个牢铐 亮他们也飞不了天 顿不了地 实际未到 千万不要贸然抓捕 这就好比下棋 一定要顾全大局 不能为了光吃小竹子 而忘了要秦王 我明白 您要不要 多带几个人进城啊 不用了 我会快去快回的 这黄干事 怎么还不来啊 不着急 再等会儿 再等会儿 超好哥 我这右眼皮总是跳过不停 感觉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你这是胡思乱想 这叫做迷信 不是的 有些事情玄乎得很 不完全是迷信 那倒也是 也可能是 有心灵感应吧 就像上次 你在授寻仪式上 枪击求战敖一样 我这心里头啊 就老实咯噜咯噜的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觉得我的性子 有点变了 胆子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做什么事情 总是愿意思前想后的 你说 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这是心里有所牵挂了 张豪哥 你说得对 我心里呀 的确是有所牵挂 对不起啊 葛部长 来晚了 来晚了 没事啊 咱们上路吧 长豪哥 小心 放心吧 走吧 纸昆兄弟 我恐怕 重不过今天晚上了 你是个仗义人 下辈子 咱 咱还做兄弟 别瞎说 咱们一起喝酒吃肉的日子 还长着呢 我心里有数 这场病症 来得凶猛 我心里有什么事 丧平寨 这几十号弟兄 还有这探子家当 就托给你了 永强 大当将快不行了 药拿来了吗 上哪儿拿药去啊 出祸事了 出啥祸事了 这一道员 这一道员 最后 我们就把你吃了 这一道员 有什么事 这下巴 这第二道员 是 那一道员 你 用这道员 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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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风 太风 大哥 我身上起了高伤 恐怕 恐怕是患上了 韩大哥同样的病症 别怕 是病就能治 韩大哥怎么样了 他 睡着了 对了 我给他煎的草药 还在 还在灶台上呢 我 我得给他去车柴火 你扶我起来 别动 你别管那个事了 先好好休息 这昆大哥 我染上他 真的是瘟疫吗 听说 那是要命的病 别胡诉乱想 我不怕死 真的 老天有言 让我嫁了你这么一个仗义的男人 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 我死也瞑目了 现在 我就是想把这个孩子 给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好给你们亲家 留个后望 彩王 你不会死 我这就竟然给你抓药去 你等我 你 你这到底得的什么病呀 搜传挂朵的兔蕾玉 像女人怀孕似的 老子这条性命 这回恐怕 要被东洋人给拿走了 这话怎么说呀 别管了 这 这是什么药 治病的药 东洋人给的 他都别吃了 我 我 我没病没痛的 我吃它干吗呀 那你吃你就吃 快点 快点 我是真心实意和你过日子 你倒是跟我说句实话呀 这事 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都不是人样的东西 看来 我还得为自己 多做些打算 看来 你早就应该这么想了 周家兄弟 我这心里啊 乱哗乱跳的 为啥 你别不信啊 我猜呀 那个叫渡边的到这儿来 为的就是要炸开蓝河 河大坝 水淹剑牌阵哪 这么一干的话 要淹死多少人哪 丧尽天良啊 你这么一说啊 我这心里气场怕吓他 来 咱们头上 可都顶着二鬼子的名分哪 已经无脸见祖宗了 是 不能再帮着东阳人 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啊 你说得对 咱绝对不能再干这生儿子 没皮眼子事儿了 对呀 没事 你先别急 咱这样 走一步 看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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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很聪明 这可是不得呀 炸开大坝 那下有百师礼地的老百姓 可都要遭殃啊 这是战争 要消灭新四军 必须采用参国手段 谁能淹过田地房屋 但未必 还有战争 甩 嗯 想要称 那块 保持拿大坝 不应该 他现在判架是 是 队长 谭娘的 他们还真是为炸大坝来的 还有厉害武器 那不得死成前伤亡人哪 是啊 周队长 你看 咱们该怎么办哪 不行 不能再让他们祸害中国人 回去 大公告辞 这颗心没有酒肉 肚子饿了 赵长贵 你是个仔细人 咱们不想给太军 带这酒肉上来呢 谁记得这事啊 太军 你看那儿 好像有人家啊 要不咱上去看看 没准啊 还真有好酒好肉 伺候您呢 好 董教头来着 要痛快地 闭嘴闭嘴 你去死吧 去你的吧 让他娘子大罢语 好好闭嘴闭嘴你 走 活该 小人辈儿 这 这 怎么回事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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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周家兄弟 下一步该怎么走啊 该怎么走 反正二鬼子这碗饭 我算是迟到头的 咱们手上都没有血债 我在想 不如 一不做二不休 咱们到戒牌镇 向新四军投诚算了 投诚 就怕他不信我们哪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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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动 别动 想活命的话别乱窜 子弹可比腿脚快多了 八卫 这下要去哪儿啊 正打算向你们投诚呢 投诚 这是个好主意 不过我得先问明白 二位给东阳人当差 当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想起投诚来了 鬼子做事太过伤天害理 我们不想为良心 再往前走了 实不相瞒 刚才在兰河大坝上 我俩刚弄死了一日本军官 这果倒是亲眼所见 这 妖王马杆 把枪放下吧 大家都把枪放下 干吗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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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还要脱 快快快快 这刚合上眼 我怎么没事呀 幸亏你是吃下来 我背那个药丸 药丸 你和我一个人 快快快快 我干吗呀 别一惊一乍的 把衣服披上 还要脱去 你 快快快快快 都是 啊 我在 我 我 秦师傅 我跟你说 你那个叫小柱的兄弟 是让东洋人给害死的 我跟他无冤无仇 我干嘛要害死他 好 那你说说 为什么上桑平寨害人 若起这事 我能冤死两回 我也是上了东洋人的当 少他妈跟老子来这一套 你知道老子京城是干什么来了 来杀我呗 我问你 韩大当家的怎么样了 已经让你狗人的害死了 那咱们说 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不要这样的东洋人 老子按前马后的为他们效命 到头来 闹这么个下场 你们说什么呀 薛掌柜的 崔老板 稀客 稀客 我从汉口带回来一车洋货 急于出手啊 生意送上门来 求之不得呀 三毛头 照考好生意啊 好嘞 你请吧 里面请 好 走 老板 我留在这儿 帮着兄弟清点一下 车上的货物 好 走走走 好 你是为了那伙儿 打着卫生防御旗号的鬼子来的 已经知道了 昨天哪 一个进城取药的土匪 在兵营里被机枪射死 尸首啊 被架上干柴火化 城里啊 谣言四起啊 都在传说 那伙儿鬼子行踪诡秘 不知道捣的什么鬼呀 何可能啊 是细菌作战部队 细菌作战部队 就是利用船舶蚊蚊蚊 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这是一种 严重违反人道的作战方式 我之所以赶过来 就是为了查清楚这件事情 清使官 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也不会再有半句假话了 东阳人 干的那些缺的事 我也是在昨天晚上才知道的 要不然 你给我个蛋 在你们那儿 我也不会动那个东西半口啊 我现在这个城装 和你们韩大当家的 是一模一样 现在 是两条人命啊 不止两条 采封也冰倒了 他还有身孕 你们别大亚名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东阳人 这东阳人 把瘟疫带倒了五分手 我们几个 只是先死的几个缘归 接下来 还不知道 有多少人还要遭难呢 这该死的东阳人啊 造孽呀 你去 你去 采封妹子肚子里怀着孩子 你要想凡子救救他呀 去 把那药给我拿过来 好 去 全部都给他 好好好 全部都给他 来来来 秦兄弟 这药能救采封的命 能不能救他的命 我不敢打包票 但是 这是东阳人给的 我吃了 烧是退了 但是兔就是止不住啊 我他妈的兔胎 连他妈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对 齐兄弟啊 这事他不敢骗你的 这药我也吃过 到现在还没有来症状 你看来这药不假 你快拿他回山寨啊 一定要把采封妹子救活啊 魏大彪 老子最后再信你一回 你我相识一场 领走我送你一句话吧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这回要是能捡回一条命来 别再给东阳人当狗了 不用你却 老子现在 多了他们的心都有 好 不是 保重 二张家的 把腥胃的狗杂种给宰掉了 没有 他也受了骗 染上了东阳人的瘟疫 你拿着这个 赶紧回山寨 让你嫂子服用 好 跟他说我两天就回 让他等我 快去 那咱们去哪儿 咱们去探探东阳人的营地 找机会给大当家和小猪报仇 走 走 走 周家兄弟 进了城 你不能随意露面 李营长 听您这话 好像对我还是不太信任 你误会了 宰人不用用人不宜 这次要进城 办的事情事关重大 得先与城里的人商量好 好 听您的 不过 野营长 我既然敢商量日本军官 那就证明 我这条命 已经交给你们喜自军了 你是个有良心的人 早该走这条政的 来 走 二位兄弟忙着呢 邪掌柜 用来找我们周队长啊 我找他有点事 麻烦二位给通报一声 这下麻烦了 你看周队长两三天没露面了 是啊 去哪儿了 不知道啊 版本太君也在找他呢 好几天了都 好 您忙着 谢谢 谢谢 玉玉 姜娃子 学 学 学 计 计 计 这 这 这怎么回事 薛掌柜的 周家兄弟是我们的人了 这 这哪天的事啊 就在今天早上啊 很意外吧 不瞒您说 昨天夜里啊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他弄死了一个鬼子军官 头诚是真心的 这太好了 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啊 刚才啊我还急急忙忙的 到保安征集队去找过你呢 是葛部长安排的事吧 是啊 你们也是为这事来的 他们人在哪儿 在我铺子里呢 周家兄弟 这往后 咱们就不用再花钱 做买卖了吧 哎呀 这你是真高兴啊 但可我断了头彩路啊 来 进来 进来 二汤家的 要运一份车的柴油进兵营 能烧死那苟日的一大窝呢 要是换成炸药呢 那就更痛快了 可是 柴油容易弄到手 要弄到一车的炸药 难哪 不难 灶鞭炮的铺子里多得事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周队长 欢迎你弃案同名啊 来 坐 好 现在你这一家路 咱们的行动 就跟曾天然几分胜算了 客套话咱就不说了 我也就是干了一点 凭良心事啊 咱们赶紧商量商量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吧 好 那个在大坝上被你打死的鬼子 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呀 他是那一帮从汉口来的 鬼子兵里的头 你能确定吗 确定 因为当时接他们的时候 我也在 那一车的鬼子兵 属他群下高 他是个上座 那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好像就在 鬼子兵营里面吧 就是之前咱们假逢祥时 住过的那个小院咯 长好哥 我听薛掌柜说 你们在进城的路上 碰见我师兄他们的 没有这方面 但听说商品带的寒淡当家 刚刚死于黑死病 什么叫黑死病啊 就是一种能够自人死亡的 恶性病毒 十四世纪的时候 蒙古人攻到欧洲 使用过这种五病毒 分不攻城的武器 造成了一场 泛滥全欧洲的巨大灾难 欧洲的近半数人口 都死于非命 这回鬼子带到五封城的 我怀疑就是这种病毒 好歹徒的鬼子 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就应该天出地面 我估计啊 这祸根十有八九 就藏在那小黑墨下的里 我判断啊 那个小黑墨匣子里面 装的肯定是病毒 一旦扩散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墨匣子 应该在桑兵寨啊 那天捷到的时候 他们一起带走的 听秦佑他们说啊 那个东西好像已经回到了鬼子的手里 那就有点棘手了 鬼子的注定戒备森严 咱们要想连人带病军一块儿端掉 可能有点难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不妨隐蛇出洞 用火攻对付他们 可以做到干净利索 不留后患 两位老板 这边请 我们这里啊生意兴隆 火药这东西啊 都是远近闻名的 这边请用茶吧 两位老板 今天是要买鞭炮啊 要多少 说出来怕吓着你 大买卖一桩 把那个 老板 我们不要鞭炮 要五百斤 黑色炸药 能凑齐吗 五百斤啊 你要这么多干什么 用场你就别问了 说个价吧 价钱哪 好商量 你什么时候要啊 越快越好 今天夜里行吗 现成的货 凑不够五百斤啊 这样吧 我现在调制还来得及 你看行吗 好 那咱们算成交了 好 这是定境 你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如果你去东阳人的告密 也能领到上千 甚至比这更多 但如果那样的话 咱们再见面 就用他说话了 好汉 请放心 我是中国人 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的 好 那咱们夜里见 周队长来了 来 来 让他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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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大队长 你 你这怎么了 老子这回 是咱们让东阳人给害死的 东阳人做事啊 伤天害理 是 我妈 闭嘴 事儿拍得怎么样了 好 顺利顺利 渡边太局呢 留在戒备镇了 他让我回来给 行了 别跟我说了 老子也白听 这样 你直接去跟南北做吧 你在家待着 我陪周队长走一趟 你别去呀 来 你病得这么重 别去 我去找东阳人拿药啊 走 舍舍 你 你是什么病啊这是啊 别提了 吐死我了 你小心点啊 陈浩哥 你说的野蛇出洞 是个好主意 但是我担心 鬼子不会轻易伤当 时代不行的话 就另想其他的办法 绝对不能让鬼子的阴谋得逞 相平寨上 韩大当家的死了 他会不会把瘟疫传播开啊 这确实是件 让人担忧的事情 时代不行的话 就派人去一趟 告诉他们 把尸体火化了 再用绅士灰进行消毒 防止瘟疫的扩散 我和洋娃子去一趟吧 好 千万注意安全 洋娃子 看什么呢 二 二 师兄 我们先把运分水人的落脚地找到 把事情办服帖 到时候万一他不答应 咱们就给他来硬的 逼他就范 咱们人手不够啊 够了 又不是干一场大阵仗 运分水车进鬼子营 我一个人足够了 到时候你在街头接应我 让我去吧 别争了 那个院子我住过 熟门熟路的 走吧 师兄 秀如 你怎么在这儿 我有事跟你说 走 盯着 怎么了 我正想让妖娃子去上丧平寨呢 什么事啊 你们韩大当家的 是不是染上了鬼子带来的瘟疫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就是为这事进的城 师兄 你派人马上回山寨递个信 韩大当家的尸首必须马上火化 他住过的屋子 用过的物品 必须用生石灰消毒 这个法子我们知道 掌柜的先前交代过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进城来做什么 我们打算给韩大当家的 和小柱兄弟报仇 怎么报法 我准备了一车炸药 打算用晕粉车送进鬼子兵营 哄死这帮狗日的 师兄 你千万不能蛮干 为什么 我们呢 是夜里摸上蓝河大坝的 渡边太军仔细看过了环境 还画了一张图 他说 就那个地方最适合宝破 渡边太军让我赶紧回来向您汇报 他说 那太军 什么时候行动呢 我一定扶手之前出发 这么快啊 这么快啊 兵归神寺 才能克敌机身 少帅 今儿话怎么那么多呀 大队长 咱为皇军做事 得尽心尽力不是 渡边太军还说了 咱们行动的时候 一定不能忘了带那个小木匣子 那当然 皇军出动后 在什么地点跟你们会合为好 就在兰河大坝附近 有个地方叫列树澳 那儿最合适 汽车可以直接停到山脚下 再翻过一座山岗 就到了 列树澳 那不是前两天 遭生命在土匪节道的地儿吗 那 这一座山岗 这座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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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回这座山岗 准备 接引皇军 好 那 我一会儿就回去 谢谢看 你看我 现在发热烧 我是又吐又喘的 回忍上下是软弱无力 这次行动 我能不能 就不参加了 你恐怕得的是新病 您瞧您这话说的 我这病是怎么得的 您心里是最清楚的 你不必担心 皇军的药可以记好你 这次行动必须参加 嗨 嗨 嗨 我这次行动 我是真兴 心似深海漫漫流淌 爱给我无比的力量 冲不管前面是笑颜弥漫 还是深渊万丈 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离开你是我身不由己 天那么暗 是乌云遮住了太阳 风那么凉 是春天的脚步还在路上 亲爱的你别悄悄地哭泣 我从来未曾未曾离开你 夜那么深是你明即将天亮 路那么长是我们永不分开的方向 那一年你给了我希望 那一年我懂得了牺牲和信仰 生命旅程是战场 你告诉我要坚强 有一种幸福 叫做牺牺牲 因为你 亲爱的你别悄悄地哭泣 我从来未曾未曾离开你 夜那么深是你明即将天亮 路那么长是我们永不分开的方向 是我们永不分开的方向